乳娘是一项古老的行当,平民往往会依靠彼此间的互相照顾和阶级来度过婴儿哺乳期的困境,贵族则因不堪哺乳之苦而选择雇佣乳娘,慢慢地雇佣乳娘也成为贵族的一个身份象征。 在最权贵的皇宫中甚至还专门设有管理乳娘的部门,皇子一诞生就被交给了乳娘抚养,为了防止亲生母亲和皇子过分亲近,生母甚至是没有权利给自己的孩子哺乳。 然而要进宫成为一个乳娘绝非易事,这些妇女都必须遵守各种各样的规定,比如必须有丈夫,年龄不能超过20岁,出身要清白等。 其中还有一些很不符合人性的规定,比如一旦乳娘进宫就不能再离开了,除了寄钱给家里人不能有其他联系,除非犯下大错被驱逐出宫,这就意味着他必须忍受骨肉分离。 可见如果不是万不得已,正常人是不会主动选择这个职业的,只有那些地位低下,卫生计所迫的贫民才会选择去做乳娘。 古人很早就认为,人乳有美容助盐养生的作用和要一起进食,被认为是罪补人的。 因此,除了喂养皇子,乳娘甚至还得为贵族们提供人乳,作为他们日常饮用的消费性饮料之一。 这样的行为实在是令人觉得羞耻难堪又悲哀。 乳娘虽然卑贱,但皇宫中却几乎没人敢得罪,因为自古以来的帝王都十分善待自己的奶妈,而且乳娘有时还会成为政治斗争中的工具,乃至左右正式的权臣。 不过也只有少数母贫子贵的,幸运地获得过封号,大部分的乳娘因为身世凄凉,最后下场都十分凄惨。